伊拉克官員說,一輛裝滿威力強大炸弱的貨車 星期四清晨在巴格達什葉派薩德爾城區一個擠涌的市場爆炸 造成至少62人喪生幾十人受傷 這是巴格達幾個月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炸彈爆炸事件之一 伊斯蘭各組織宣稱對今次的襲擊事件負責 被攻擊的是巴格達規模最大的市場之一 爆炸現場一片狼藉,四處散落著人的肢體、水果、蔬菜 以及木製貨架的殘片 救護車和消防車緊急運送雙員 當地居民幫助用自己的汽車把雙員送往當地醫院 這是伊斯蘭各組織對以什葉派穆斯林為主的地區發動的最新一次攻擊 伊斯蘭各組織認為什葉派是異端 2014年,伊斯蘭各組織利用信尼派穆斯林對以什葉派為主的 伊拉克政府的不滿情緒佔據了伊拉克大片地區 伊斯蘭各組織